全球熱賣的蘋果iPhone 4 幾乎都是台灣代工 但是蘋果一支手機 賣五百多塊錢美金 台灣只賺到三塊錢 在現在已經來臨的 後PC時代 台灣的競爭力在哪裡 我們來聽聽學者 跟業界的看法 人手一機的後PC時代 全面來臨 擅長快速低價製造的 台灣經驗不敵蘋果 三星 台灣科技產業的競爭力 令人焦慮 iPhone 4 在上市的時候 在美國的售價是五百四十九塊 那其中有四百塊是利潤 那這個利潤裡面呢 台灣只分到三塊錢 蠻辛酸的數字 學界也在思考 不在光從技術面發 而是以使用者經驗 跟產業界合作來創新 找出貼近人性需求的商品或服務 長期跟美國馬力工學院 合作研發的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說 跟Media Lab合作已經七年了 近期就會有成果推出 但提到近幾年來韓國的表現 他忍不住感慨 台灣的企業很苦 沒有人會幫忙 林百里日前在中央大學演講時也談到 台灣人才培育機制失靈 發展出現隱憂 相對於韓國在國家整體力量主導下展現強烈的企圖 台灣政府每天忙於安撫立法院企業只能自求多福 借陳樹君 陳保羅 台北報導 台北報導